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共变异数跟独立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要介绍一个定理 就是共变异数跟独立之间 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假设X跟Y是两个随机变数 假设独立 这个独立的观念是很重要的 我们很多的理论 都是在随机变数相度独立的情况之下 那么独立则可以导致 它的共变异数是零 反之未必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解释一下 独立的话是什么意思 独立就代表的是 我们的两个随机变数 期望值是可以拆开的 所以独立当然是 covariance会变成零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这是XY 这个是XY 那么我们用一个列点表的方式 去写出来了 这是联合几率分配 那么我们看 这是Y等于-1 Y等于零 Y等于1 这是X等于-1 X等于零 X等于1 联合的几率分配函数在这里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分析 相乘的期望值 跟各自的期望值呢 很简单 我们来算1X好了 首先要把这个 它的边际几率函数要算出来 边际几率 我们从这边算过来 当X等于-1的时候 它的几率是多少 就是Y要全部都算下去 十六分之三四五 十六分之五 在这边我们写下去了 这个几率 合在一起是 十六分之六 这里呢 十六分之五 这个加起来 要百分之百 就是1 那么我们顺便算一下 Y等于-1的时候 这是1 3 这个也是十六分之五 这个呢 十六分之六 这是十六分之五 好 现在我们把各自的边际几率 都算出来了之后 我们来算算看 首先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X的期望值是多少 X的期望值 我们直接看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X有几个值 -1 0 1 -1所对应的几率是 十六分之五 0对应的几率是 十六分之六 1的几率 对应的是 十六分之五 我们这个数字相乘 这个数字相乘 这个数字相乘 加起来 确实是0 那么 EY呢 EY也一样 -1乘上十六分之五 这个0就没有了 1乘上十六分之五 加起来也是0 这个加起来 这个是0 那么 EXY呢 XY 不用说 我们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XY 那么就是两个相乘 所乘上它对应的几率 这个地方 -1乘上-1是十六分之一 我们乘下去 这边0不要算 这边还有一个 -1乘上1 那就是-1 乘上 -1乘上十六分之一 所以是减十六分之一 这个算完 我们再算 0都不要算 因为0乘上任何数字都是0 再乘上几率还是0 我们再算到这里 1跟-1 1跟-1 所对应的十六分之一 所以是减十六分之一 这边 0不要了 还有一个11得1 11得1 再乘上十六分之一 所以这个加起来是多少呢 0 我们的话呢 我们也确定了 covariance是0 这个没有问题 covariance0 那它是不是独立呢 来我们来看一看 是不是独立 首先我们来算算看 这个几率分配函数 这个地方covariance0了 来我们看看 负1 以负1而言 负1 负1是多少 十六分之一 这是无庸置疑的 那么 以x的话呢 来说的话 x等于负1 我们要看看它能不能够拆开来 来 负1是多少 这是几率 负1 当x是负1的时候 这是十六分之五 那么y呢 那么y呢 y是负1的时候 它也十六分之五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几率 那这两个能不能够拆开来 变成这两相乘啊 没有 没有 这个相乘是25 6分之25 并不是 并不是可以分开来 事实上 我们可以再算一个例子 来00好了 00 那就是零 那么我们看看各自的 x是零的时候 是多少 16分之六 y是零呢 也是16分之六 事实上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拉开来 我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要独立的话呢 是 这个几率是可以分开来相乘的 所以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 它虽然是 covariance是零 共一变异数是零 但是它并不是xy 并没有独立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算一个 共变异数跟独立的关系 来我们来做一个独立的好了 现在假设这是一个 几率密度函数 这是联合的啊 这是联合的 有x跟y的 那么这个是各自 在零到一之间 所以我们可以说 分配的这个区域 是在哪里呢 是在一个正方形的 一个范围 好 我们要证明什么呢 xy是独立 那么各位同学 可以学习这个题目 这是一个xy 证明xy是独立的一个方法 那么怎么证明呢 其实我们就把它的 边际几率密度函数算出来 边际几率怎么算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这里是x的部分 它是一个纯x的这个函数 那么我们让y跑一圈就对了 y从头到尾跑一圈 就是y的范围是0到1 这边对于y来积分 y把它跑 耗尽了之后 就是x的函数 这就是它的这个边际几率 密度函数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计算一下 这边是y的二次方 对于y来积分 就是三次方 所以我们应该要再 补一个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这边三二得六 所以这边是2xy的三次方 范围是0到1 所以我们再把1带到y里去 0带到y里面去 所以这就是2x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做什么呢 叫做x的纯函数 那么它要把它写出来 很简单 这里跟y没有关系了 但是x的范围是什么 0到1 并不是全部都有的 它只有x的范围是0到1 所以我们把它正式的写起来 是什么 怎么写呢 它是2x x在0到1之间 没有y不要考虑 0这个otherwise 就是其余的部分 全部都是0 这个是符合这个的 好 我们再继续做 y的这个 纯函数 就是边际几率密度函数 如果是y的部分 那么就是让x靠近 x跑一圈 x跑一圈 那就是从0到1之间做几分 那么x的部分 x是一次方 就会变成了二次方 二次方的话 前面要补一个2 23得6 所以是3x二次方 y二次方 范围0到1 好 请带到这个1 带到这个x里面 0带到x里面 所以得到的是 3y平方 这是这个边际几率 密度函数 fy是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写下来了 这边 y的范围是0到1 其余的部分 都通通都是0 这个x跟y 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写 来我们看一看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 相乘是什么样 相乘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范围是0到1 这边范围是0到1 所以我们就可以 在otherwise之外的话 这个地方都是0 这两个相乘 所以我们相乘的结果 我们发现 刚刚好跟谁一样 跟他一样 这是跟前面的一样 所以我们肯定的说 这是这个xy 是不是独立呢 是 是独立的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共变异数的 这个跟独立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先复习一下 正负号是什么 随机变数的一个变动的方向 这个同学一定要了解 我们在后面将会介绍一个叫做相关性 因为共变异数这个数字 正负号 只是告诉我们说是变动的方向 但是大小 我们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义 我们在后面将会介绍 跟他有相关的 就是xy如果相关的话 那个相关系数 是怎么样跟共变异数扯商关系的 谈到独立的部分来说 共变异数是0 这是独立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那么如果独立的话 是一定会共变异数为0 那么共变异数为0的话 还未必会是独立 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